要带你来关心瑞穗乡赫岗村平顶路旁的文旦园 传出了采工遭搬运车不慎碾压的死亡意外 而当时39岁的王熙男子看见停放在斜坡上的搬运车 由于这个坡度太陡而下滑 情急之下和另一名的采工是两人徒手挡车 不料他却不慎遭到碾压 而货报到场的救护人员赶紧送一后 仍然需宣告不知 货报后赶顶现场的消防人员看见男子已无意识以及心跳 赶紧完成初步检伤后 紧急将不慎遭搬运车碾压的男子送一急救 这次9月到现场时发现患者已无呼吸心跳 AD不建议电子 然后实施CPR等急救处置之后 送往玉林知己院 这起意外是发生在瑞瑟巷克钢村平顶路旁的这一处文旦又圆 实践是今天上午9点多左右 根据警方了解 这名39岁的王姓男子 看见停放在斜坡上的搬运车不断下滑 情急之下和另外一名采工 两人企图徒手挡车 不料他却遭到了碾压 现场人员是赶紧报警处理 事发后警方也火速将事故地点用黄色封锁线线封锁 只是不慎遭碾压重伤的王姓男子经医师紧急抢救 最后仍回天罚宿 记者石玉兰瑞瑞采访报道